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大家好 我是莉莉 嗨 我是佩佩 我们今天会跟莉莉一起去挑 她明天圣诞party的圣诞礼物 对 没错 而且我们这个礼物呢 非常的实用 非常的健康 而且非常的有创意 那这个创意呢 还是我们的佩佩公主想出来的 所以话不多说 我们出发去买东西咯 好 走吧 好 我们到咯 咯 蛤 是 你没有看错的是巡众药店 好 我们进去吧 嗨 小蒋桂 嗨 哈囉 所以小蒋桂你是这家百年药店的第四代 对 对 所以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你们药行的历史吗 其实我们原本是在中国大陆的潮州人 那潮州人有一个很特殊的传统习惯就是 只要是成年了 就要到外地工作赚钱 然后并且在每年的重要的年节啊 或是聚会的节日才会把赚来的钱 然后回到家里面分享 跟家人分享这样子 那我的祖先 我的阿咒 他是选择了台湾 开始用挑扁蛋的方式 挑着中药材到可能比较郊区的市场啊 或者到有人潮需要中药的地方去 用药材叫卖的方式 他是用挑扁蛋的方式去那边 一做就做了十几年之后 才简单租了一个店面 那就经营了我们现在 这边看到这个广生药房这样 之后我的阿公 那因为他很孝顺 他因为客中有放假的情况下 然后他来这里帮忙 我的阿咒打理店屋的时候 那时候遇到1949年 我们全面厕守台湾 之后山河变色 然后所以 我的阿公跟我阿祖 就从此就是在台湾伊朗这边落地生根 然后到我们都一直在这边经营中药的事业 就都没有回去操作了这样子 所以我知道是你是有念中医师的执照 然后那为什么是你会选择念中医师 然后跟着为什么会回来接手 开始做中药房 因为中药房现在越来越小 对啊对啊对啊 那从小是有耳濡目染 但是以前并不觉得会传承这间店 那当我接触到这间店之后 我发现其实这些中药悬里面的中药 三百多种四百多种是非常有趣的 每一个有它的颜色形状跟它的样态 那我每一种都想要背手 然后想要去知道它是在干嘛的这样 所以会觉得特别的有趣 你们除了你们跟传统的中药店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你们除了把一些包装改阿或者什么 还有跟一些其他的品牌这一些做一些异业的合作 那这一些点子是到底是怎么出来 因为有啤酒阿也有爆米花阿 我记得几年前还有汉房冰淇淋 所以这一些点子到底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其实我就是从小一直都在宜蘭长大的小孩 所以我很喜欢跟以前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们合作 那像啤酒 当初我就是想要做啤酒的时候 我的以前那个打篮球的球友 就在吉姆老爹当酿酒师 他就来找我 问我说要不要来试试看做一个汉房口 我就想说诶 刚好有这个想法然后就遇到了 然后就很快就催生出这些念头 我很喜欢跟宜蘭这边的好朋友一起联名 因为我觉得就是跟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觉 是很有趣的 那可以跟我们其他朋友说一下 你们还有什么产品 因为其实都很方便现在 比如说我不会煮或者是什么的 我觉得操作很简单 因应现在快速变迁的社会步调 那当然茶包就是最首要的 因为你只需要沖热水就可以 获得一杯养生茶椅了 所以我们在茶包上是 比较有在做琢磨的 像我们茶包现在就已经有 九种不同的风味跟方向 来依应不同需求的客人 那其实我们的药膳包也很方便 那就是需要把我们帮你包好 整理好的药材放进去 加上肉加上水 然后电锅按下去 等它弹起来就可以直接吃了 所以哪怕是真的要稍微 一点点的烹煮 我们都希望现在社会快速步调的人们 可以很简单的就可以享受到 这些汉方的日常 那包括红酒包就是等于是 有点餐饮类的了 然后像泡澡包 这些都是其实日常生活 都快离不开的东西了 我们都会记得哪一间厂商的哪一个药 是OK的 是可以端得上台面的 我们会去跟它叫固定的几种药 不同的厂商提供不同他们的优势 那所以我们在药材的筛选上 就有开始会有自己的routine 就是知道说 怎样的药材才可以呈现给客人 那如果你进给我不好的 我就退回去给你 那另外就是 我们为了确保美铁药膳的 药材品质之外 我们还要确保美铁药膳的 口味上都是如此的好吃 所以我们在 就算哪怕烧酒机只有一百块 我们也是每一个药材 每一个药材都一帖一帖的 秤凉 就是为了确保我们的产品 拿出去给我们客人的时候 并不会有那种口味上的差异 就是希望把最好的 就是一模一样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吃 在七八年前开始往回推 二十年应该都被人家认知 完全就是几乎要没有前进 而且并且没有人想要 想要传承的产业 所以才会瞬间失去二分之一的伙伴 我们从两万间降到七千多间的 并不觉得是什么可以让你过多好生活的产业 甚至说你就是 你做了可能还会亏钱 但是现在人的观念又有点不太一样 又开始回归自然的时候 你如果用心去经营的话 是有机会可以 就是把这一块文化就是经营得很好 好谢谢 然后我们来挑礼物咯 好 所以小掌柜有建议我包什么礼物 五百块钱预算的礼物 五百块钱预算 那其实最符合现在的季节 季节的话一定就是 红酒包啊 红酒包已经上个礼拜就换了一百多包了 对啊 好 红酒包那还有什么呢 那其实药膳的话 就是刚刚说的 其实我很推荐烧酒机 我烧酒机是真的 就是 招牌 便宜又大碗 那就一个红酒包一个烧酒机 红枣脆片 红枣脆片就是淋嘴类的 也就是配合着那种红酒包 然后或者是就是 平常配的咖啡鲜奶茶都超脏 红酒包其实你不喝酒的话 其实可以煮苹果汁 苹果汁啊 然后你也可以煮水 煮水 还有就是用来炖牛肉 红枣炖牛肉 我才是长姿势了 不是 因为我们里面 其实烧酒包其实有几个元素 第一就是药材嘛 欧洲人会放丁香肉桂那些的 然后八角 那其实他们还会放大量的糖 那我们不放糖 我们是放我们店里面自己做出来的 桂圆红枣的黑糖块 哇 那就是让它就算是糖也比较有汉方的风味 那再来是他们会放一些柑橘类 那我们柑橘类就是放金枣 哦就是宜兰的名产 对 然后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最后我们还是最后还偷塞了 政府茶园我们好朋友 阿福的他们家种的有机米红茶在里面 所以她 煮水 就变成香料热和茶 在家 先来去就变成奶茶 跳好了 这就是莉莉今年的 圣诞节交换礼物